JB 克里斯坦 观察市场行为 品味 多空变化 大刀之简 财富赡免 大家好 欢迎来到壁东克里斯坦频道 好 比特币 目前这一波假消息急涨后急跌 该怎么操作 目前我的仓位一样 开着82美金的多单和84美金的空单 整体一样还赚着2万点成多美金 这样情况 好 那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们来讲一下 现在是12月18号的下午8点半 盘面讲解 首先先看到日线吧 我们先看到日线 日线级别上的结构 我们该怎么去做一个解读呢 我们看一下 日线级别上 这一波插针拉起来 我们比如说这一波上涨拉伸它是有出量的 有出量的 我们如果说对比从15500 几跌之后放出天量 盘整 上涨 整个过程 这一根K线它其实是有还不小的量的呢 对不对 量的不小 所以这我们特别需要注意 如果这一根日线的K线它是否能打破框架 打破下跌框架 并且做盘整过后 直接涨起来 有没有机会 觉得是有的 我还是不能去排除这样的可能性 所以这是目前来讲比特币 我认为需要注意一点 目前来说这个位置是否有可能因为这根爆量的阳线 开启大段的上涨 OK 有没有机会 我不是说是有这样的机会了 OK 好 那整体来说呢 目前来讲 这个价位能做过吗 还是做多 其实都不适合 如果说你要做长线空单 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你依然认为高位这边 会构成顶部的话 因为毕竟这样可能性也是有的嘛 对不对 构成顶部 顶部构成 然后下跌 看了两万 甚至一开口的比特币 就这样的一个走势啊 如果说要走出来的话 现在的价格是做空 合不合适 我认为还是要等一下的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这根日线的差距呢 它的上影线是非常长的 对不对 上影线我们看一下 这一根上影线呢 我们可以发现 它的这个最高价在哪里 是在这个三万一线 三万整数一线 这是Coinbase的现货价格 如果说我们看到币安的话 这个价格会在三万 三万零一 那如果是合约价格的话呢 合约价格的话就有序了 差到三万六百 三万六百 所以呢 这一波上涨 我认为 即便说后续 后续要看跌 看升跌 看升跌 就上方构成顶部结构啊 后续看升跌 即便它走出来的话 我也认为呢 比特币这个位置啊 它也必须要 向上回补这个影线的区间 那价格至少也是回补到三万左右的位置 才是比较合适的 是吧 好 那我们切了短线看一下 短线我们来看一些这个价格波动的细节啊 就目前短线说 我们看到日线来看 我们依然认为 这里很有可能会做上涨 并且回补到三万 甚至更高 三万五百 都有机会 这一波短线的上涨 我认为还是可以去预期的 好 那短线来说的话 我们该怎么去评估 怎么去入场 来讲一下 好 短线看一下我们可以发现 这一波急涨后 这根大阴线急跌啊 它是打到最低价是有到这个 两万七千七百三三 我们把这两个低点标起来 是二七六五 一下 二七七三三 那这两个位置呢 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这里呢 它是这波急跌回补 它是回撤了这里 这个电单块啊 回撤了这里的一个电单块 那它是指点啊 然后暂时涨起来 那短线如果说要做多 应该怎么去操作比较合适 讲一下我自己的观点 我认为短线来说如果要做多的话 可以考虑在两万八千零八十美金下方去挂多单 也就是我们下方这些位置啊 我认为都是一些比较好去做多的机会 这样的区间 会是比较好去做多的 比如说这位置 诶 往下扫 扫破先低 然后在不跌破二七六五的情况下 跌破 收回 诶 那我们去开比多单 甚至说你比较激进一点啊 直接在这个下方啊 比如说两万八 两万千九百 怪比多单 那止损呢可以参考在两万七千六百五 止盈的话你可以考虑放在前奥附近三万 或至少说啊 看到两万九千五百附近 其实都是一个 隐亏比非常不错的交易 而且也是符合顺势的逻辑嘛 原来谈整 几掌几跌回撤支撑 再次回撤支撑 做多嘛 所以呢这个位置我认为 去寻找做多的机会是合适的 在两万七千九百的位置 可以寻找看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 做多买入的机会 这样的情况 所以整体来说呢我认为 可以考虑在两万七千九附近做多 好 讲到明确 那目标呢我认为可以向上 目标去回撤到三万 两万九千五附近的价格 还是可以去期待的 两万九百五百三万 这附近可以去做一个尝试 这样有个多难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吧 好吧 好 所以整体来说的话 当前的位置这个价格 我认为绝对是不适合做空的 如果你要当前的位置结合做空 很有可能会打损 它会涨起来 所以呢 当前的价格我认为是不适合做空的 我可以讲到明确啊 好吧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四小时 四小时也是差不多 看这根有爆出巨量的阳线 算说它是 它是什么样的 它是一个消息导致的一个结果 而且它是有非常长上影线的 但无论怎么说价格还是有倒过三万嘛 如果说我们要构成下跌的话 我还是更加相信 它在高位必须构成啊 必须去构成一个顶部 就高位构成这样一个箱子顶部 就高位这边盘整 我们看一下 这边调整 气吻 然后呢 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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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失败 然后怎么样 走一走走一走 构成顶部完成 它才会下跌 就这个位置它直接去跌下去啊 我认为这个难度非常高 所以也是不建议当前的位置去做空 还是建议在两万八 两万七千九附近去做多 是比较合适的 好吧 OK 这个是比特币 那整体来说的话 长线 这边 我还是维持约本的观点 我还是认为 价格 我要抄底 就有两个结构 第一个 价格跌破两五 跌破之后 我在低位买入 低位买入 在低位去抄底买入 然后呢 准备牛市到来 好 那 如果说 它真的没有跌破两五 盘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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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涨起来了 那呢 怎么办 等待减半后 我再考虑去做买入 所以呢 以目前的情况来说 我认为 当前的价格 要我去抄底 我是没有打算的 就两个选项 等待减半期到 如果说两万五 到减半期都没有跌破 那我到时候买入 那如果说 价格 低位两万五嘛 那最好 那我的低位 找更低价位去买入现货的机会 好吧 是目前我的观点 给大家做个参考 好吧 好那就是目前的地币 那我们看一下 以太坊 以太坊的状态也是差不多 但是特别弱 以太坊整体来说的话 我们看到 走势真的是很弱 走很弱 我们先把这个删除吧 这其实没有什么用了 没有什么 就以太坊走得很弱 对不对 比特币涨起来涨很高 以太坊一波插针 还跌下来 然后做盘整 做盘整 所以整体来说 除了比特币以外的生态币 以太坊都非常弱 如果我们看到 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会对 你也可以明确的发现 以太坊对比特币 持续走弱 对不对 已经回测到我们 整个周期 我们近 看下多久啊 几乎是 近500天的一个低位 甚至说 近900天的低位啊 OK 所以以太坊目前走势真的是 比较弱一些 那如果说比特币 比特币 未来真的有机会 比如这边弹整 弹整过后 过去顶部 后续下跌 跌破2.5 跌下去 到达我们想要的 抄理价格之后呢 那我认为 以太坊 会是千载难逢的买入机会 因为以太坊的价格 已经比较弱了 那如果说它后续 还升跌跌下去 我们就计算一下 这个跌幅啊 如果说比特币 假设按照我们的预期 真的下破2.5 并且到达 2万1附近价位 下跌空间大概是有 看一下 大概25% 那以太坊至少有跌25% 或以上吧 那以太坊如果说 也构成下跌的话 下跌25%至 40% 25%到腰斩的话 25%会跌到哪里 会跌到1,160 如果跌40%呢 会跌到900多美金 所以如果说 以太坊呢 还有机会超在1,000以下的价位啊 那我认为是非常值得 因为你看 未来如果说以太坊买在 1,000以下的价位 假设破仙高 4867美金 那这样一个回报率呢 有多少 有4倍 金4倍 4倍多 如果说涨到更高啊 破仙高到7000美金 8000美金 那将会有7倍 7到8倍多的空间 非常大的一个 拉升涨幅空间 所以还是值得尝试的 好吧 所以呢 还是 我还是请向啊 比特币 如果说跌破仙高的话 会收割非常多 上方买入多头吧 买入多头 会被收割掉 那此之以太坊 可能会出现一个 让你资产啊 做非常大幅 这场的机会 大家还是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OK 好那更详细交易 计划和行情解析啊 都在群里面 如果通信向加入加入的话呢 只要点击我视频下方链接 这里 Discord 电报群都是免费的 只要点击就加入了 把都是免费的支援 电报群 每日 讲解啊 行情非常及时 详细内容 给大家参考 这些东西 那如果说你想交Discord的话也是一样 Discord社区 非常完整的机制分析 短线报单 OK 自贡单 指标指标讯号 都是非常适用的 这些内容 如果说你没有时间交易 看盘 可以跟的嘛 自贡单 或IP交易 我们都是完整的服务 那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 如果说你想要加入的话 都是可以私信我 那这里的话 如果说你的本金量有个 几万美金啊 是有一对一指导服务 欢迎你去来参考一下 OK 好 以上内容 喜欢点赞吧 按赞订阅 开启小刀 注意到大家的钱 合作赚钱 愉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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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